我們剛才說到 不管你修什麼法門 跟著哪一尊佛 哪一個菩薩 哪一個阿洛漢學 不管你讀了哪一本經 送的哪一個咒 它通常就離不開這個範圍 第一個就是你要能夠控制你的煩惱 當然這個前提是 你要有正見正思維 如果沒有那你就沒辦法 如果你不知道這個道理 不知道在哪一個地方 學會控制你的心 讓它不起煩惱 控制基本上就是 它有兩大方向 一個就是 你會由此起煩惱的 從此不起 第二個就是 你不會生起這個力量的 從今之後會 在對這個境界升起這個好的力量 我們就說說界定位 就是升起這個好的力量 去除那些不好的 具有正見而去除邪見 去有正思維而去除邪思維 那麼這樣你就不會由這一些受想師帶來所謂的行為 這些行為它就是趨於無漏、趨於解脫的 那就是慢慢慢慢你就會累積 所以這個一般叫做正經濟 正經濟就是以生惡令斷令束斷 未生惡令不生 那你怎麼知道我有惡呢 當然你在面對境界的時候 那麼你透過觀察自己觀察別人 你就知道那我應該要在這地方控制 那麼控制的一段時間我們說控制煩惱 控制煩惱 那麼令心柔軟 不會你沒有辦法剛強 那麼你由於這樣 那麼你心就柔軟 心柔軟之後開始進行調伏煩惱的過程 就要一陣子 所以調伏煩惱 那麼漸漸漸漸漸 波動不大平靜 由正念而得正定 也是從這邊來 那麼令心平穩、平靜 我們可以講平穩、平靜 或是令心專注 也可以 那麼之後 之後你就有力量 因為你要斷除煩惱 你要讓心清靜 那麼什麼叫清靜 就是說你要有智慧能夠斷除煩惱 那麼這個智慧不是一般的智慧 不是世俗的智慧 它是無若慧 那麼必須要有相當的平靜的心 那個我們叫做定 最初最初也要有久住心 等持的心 我們叫做未到地定也最少 因為你真正的定 四產八定才叫做定 那麼從初產開始才算 那麼初產以下的它這個是 因為定是社界的 它是御界的 所以我們叫它御界定 實際上來講 御界沒有定 它是散亂的 但是它接近於社界的 它就是久住心 我們叫等持 那麼這一部分它就可以進入出產 但是就算你沒有進入出產 但是就算你沒有進入出產 你有這個久住心 無掛愛 反正都有 多可以 無掛無愛 就是它沒有一絲的煩惱 那什麼叫做清淨 你清淨從什麼時候開始算 從斷我指開始 斷分別我見開始算 所以你正出國 那個時候已經得清淨 但是只是得少分清淨 二國 那麼多分清淨 到了阿羅漢才是圓滿清淨 那麼但是從 從大聖來講 阿羅漢還有席氣 還不清淨 但是如果從解脫來講 那麼阿羅漢就是滿分 那麼如果三國叫做多分 那二國可以叫做少分 那出國可以叫做一分 得一分清淨 但是他得這個清淨 他還有雜染 他還有貪真吃 二國才包貪真吃 所以雖然 雖然他不是完全清淨 就近清淨 圓滿清淨 但是他已經得清淨 所以真正的清淨就是什麼 就是斷分別我指 斷我見 那麼能夠理我愛 我愛還不能 你斷我見還不能理我愛 但是就是那個我愛的程度減弱了 真正把那個 其實我見就是我愛 但是他表現在對五欲的直取上 叫做欲灘 我愛有欲灘、色灘、五色灘 所以你這個部分 對五欲的直取這一部分先去除了 那麼這個就三國了 所以這一些狀態 當你心清淨的時候就是什麼 就是你明白的時候 叫做明嘛 所以明跟無明是從這邊分的 那明就是你明白無我的道理 所以令心清淨也可以說你令心明白 明白什麼 明白真理啊 明白緣起 明白四弟 明白忠道 明白無我 這個阿金就叫做 空相應緣起 跟空相應 跟無我相應的 其實就是無我相應的緣起 那麼緣起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有無明 其實這裡就要講緣起啊 因為無明 那麼你 執著這個身心 由這個身心 透過這個感官 認識種種的境界 由種種的境界起 種種的煩惱 由種種的煩惱 造種種的業 由種種的業 還感召種種的生死 受種種的苦 反正就這樣 那麼這個叫做流轉的緣起 那麼你要緣滅 你必須要找到那個關鍵點 那無明是餘生帶來的 你不能說沒有就沒有 我們都是帶著無明 帶著我見我愛 在運作的 好 那這個前提先隔著 那麼在哪裡下手 在六處 六處這邊下手 因為這裡就分著 明相應跟無明相應 已經起煩惱 那已經是一種結果了 就好像我們已經做人了 那已經是一種結果了 你下輩子不做人 那你必須從這一輩子 怎麼樣造生天的業 或是造解脫的業 那麼當然你造散熱道的業 你也不會做人 但是我們說往上的來說 不下散熱道 那麼你怎麼樣讓自己 還可以做人 或是你可以升天 那很多人都 我聽見很多句師都跟我說 這個世間太苦了 因為他過得真的也是很苦 這個世間太苦了 我再也不來這個世間了 用什麼方法 我就好好念佛 往生極樂世界 我就不用再來了 聽起來好像是這樣 實際上也不是這樣 你單單依你虔誠的念佛 就可以往生嗎 就可以往生極樂世界 往生淨土嗎 然後一生的淨土 一生的淨土 不久就可以回入說佛嗎 我告訴你沒有 不是這樣子的 那麼很多人在這裡誤會了 所以他不進行 他在面對境界的時候 他一樣很撐 一樣愛的時候一樣有愛 愛症一樣分明 愛症分明 所以他越來越愛 越來越愛阿彌陀佛 越來越愛極樂世界 越來越恨他周遭的人事物 越來越恨這個娑婆世界 他在這個過程中 他愛症增加了 分別心增加了 我見我愛增加了 他真的往生極樂世界嗎 我告訴你不行 他一樣有六處六處 因為加強 他變成加強 天天都加強 就好像我們的這個軟體 從出來變成 1.0 2.0 2.1 2.2 越來越高 我質越來越重 我愛越來越強 他不念佛的時候 依然是這樣 念佛的時候 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念佛就念佛嘛 但是他就是為了趕快離開 這些討厭的人 討厭的東西 趕快要到好的地方去 那麼他這一部分 貪嗔痴是越來越強的 那麼他就夢想著 有一天我只要去了 我就離開這一些 然後到那邊 天天念佛念佛那一生 然後沒多久 花開見佛 回來度 回來度我這些家人 那麼他有這種幻想 其實這是很多人都這樣 那其實所以他很擔心 他一直希望 就是他自己也不曉得 到底能不能往生啊 很多人 因為他不曉得那個理嘛 那仔細上我跟妳講 妳這樣是不能往生的 那麼就往 往生一定會往生 但不是往生到極樂世界 往生一定會往生 但不是往生到極樂世界 那麼這個道理要知道 好 那麼這部經在講的就是這一些 那我們一定要了解 身為一個佛教徒 那麼一定要明白 到底什麼是佛 佛陀教了我些什麼 佛法跟外道的差別 佛法跟外道的差別 就是佛法是講元旗 英國的 所謂有陰有緣世間旗 就是你這個問題 基本上是什麼樣的狀況 會產生這樣的問題 它是怎麼來的 那麼你除了不要讓它繼續這樣加強 之外 你還要有方法緩解過去所累積的 就好像 你那邊很髒很臭 那個臭味怎麼來的 因為你都把垃圾丟那裡 臭味從那裡來的 你除了一部分不製造垃圾之外 你還要清楚的動作 要有方法去清楚的動作 那不然它原來丟在那裡的 雖然你沒有丟新的 原來丟在那裡的 它也會一直什麼 一直產生作用 那何況 何況你說 你不丟新的比較難 因為就好像 生活在這個世界 你不製造垃圾現在是很難的 你不製造垃圾是很難的 你買個東西都用包裝的 你不製造垃圾很難 但是你能夠減少垃圾 或是做垃圾分類 或是做垃圾處理 那麼它自然雖然會有垃圾 但是這個垃圾比較不那麼髒 比較不那麼臭 比較不那麼難處理 比較不會資深文言 比較不會產生病毒 那麼這個是可以的 那我們的煩惱也是這樣 你這樣我們都不起煩惱 那也不太可能 那也不太可能老實講 但是 就是你要學會我們說的 控制煩惱 但是你先要有這種觀念 因為你如果只知道要念佛往生 你不會控制煩惱 你不會控制煩惱 那你也不會調補煩惱 更不要講你要斷除煩惱 那個都是 那個都是往生極樂世界後 才做的事 現在不做這種事 我告訴你這個不是佛教的 可是多數的人都是這樣想 因為佛法進入到明末清初 就清朝以來乃至民國以來 都是這樣子 那麼很多人 就取一個祖師的話 或是取無量壽經 淨土經典 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一句話 那麼斷章取義 就以這個為主 然後就覺得 淨淨一句佛 思念就能往生 甚至也不用思念 把阿彌陀佛的這個寫成一張符 那麼做成一個牌子 貼在那裡 它就有它的功用 那麼這個已經嚴重的 詆毀佛法 曲解佛法 讓佛法已經失去它原本的作用 所以很多佛教徒不知道 因為多數的人養成不思維的習慣 就好像說 有人跟你講 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那應該趁著端午 正午 因為端午是陽氣最重的時候 這個時候 那麼趁著陽氣最重的時候 在太陽底下曬一個小時 那麼你就可以抗疫 所有的病毒都不會 都不會中毒 因為你陽氣具足 告訴你這樣 你就是因為陰氣太重 陽氣不足 所以你在端午節的時候 正午的時候 你在那邊曬一個太陽 陽氣吸足 我告訴你 你今年都不會得病 那麼很多人就會去曬太陽 曬到昏倒了 他都一定有 他也不去問為什麼可以 我告訴你這種例子很多 這種例子很多 有什麼病 他就跟你講 你吃什麼時候最好 他也不去想 為什麼 那有一些很離譜 有一些很離譜 就好像上次日本輻射 那麼大家都在闖 會污染海洋 然後這個可能以後會沒有鹽 所以有很多人 買了一污子的鹽 這個鹽買那麼多 因為他怕吃不到 買了那麼多 而不是他要吃啊 誰誰誰要吃啊 以後都都買不到了 因為海洋被污染了 沒有鹽 所以我去中國 有一個句子就這樣 買了一污子的鹽 吃到彌勒佛來都吃不完 我告訴你 真的 太離譜了 但是這種人就是恐慌 然後產生 第一個盲蟲 然後產生恐慌 慌不則路 雞不則死 後來 後來過一陣子 慢慢沒有 他看著 因為那個鹽堆起來 也很佔空間 他就起煩惱 他說師父怎麼辦 這實在是 所以 像以前也有一個 就是說 說什麼 今年 好幾年前發生的事 就是 什麼疫情怎麼樣 端午節 就是那個不是端午節 端午節才吃粽子 以前的人端午節才吃粽子 現在不是啦 現在隨時都可以吃粽子 但是以前 好幾年前 我記得 然後 就有一個 有謠言流出來 說 那個好像是要到中秋節了 我不曉得 他就說 這個時候要包粽子 就可以 就可以消災 那很多人 就趕快去包粽子來吃 那麼 這一種 就是我們說 不思維的原因 就是說 大家不會去想 這樣有道理嗎 這樣有道理嗎 為什麼 那佛法裡面也這樣 那麼給你一個 像我們說 那個 西藏傳過來 轉經倫那一種 很多人佛堂就放一個 插電在那邊轉 那邊轉 我每次看到這個 我都 不曉得該不該講它 那麼 我應該這樣問 你那個轉數是多少的 一小時轉二十圈不夠 這樣力量不到 要轉兩百圈那一種 功德比較大 轉得快 不是這樣的 但是他也不去想 那麼有些就供奉 五方財神嘛 受命教的影響 五方財神 那包括煙共 包括超度的理論 這些 陶石講 大家都搞不清楚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也不曉得 這樣做為什麼有效 那原理在哪裡 佛法講 因果 講夜報 那麼 這樣做 這樣做為什麼會有效 他不去想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這樣做 從以前到現在都這樣做 而大家都這樣做 那某某某某大師也這樣做 所以 這個就是佛陀講的 摩戒拉經裡面講的 不要因為權威相信 不要因為傳統相信 不要因為大家都相信 所以你就相信 那你應該要怎麼相信呢 思維 你所得來的 一樣嘛 六處入處嘛 你所感知的 你所認識的 你一樣有明相應 跟無明相應 你這個無明已經是 帶著一種邪見的狀態 那麼你由這個邪見 那個我見還不一定邪見喔 那麼借進去 那麼你帶著這個 那麼再加上你的我見 那個就更複雜了 那個更複雜 那麼會讓你離解脫越遠 你看起來在修行 你看起來在修行 你看起來在誦經 經本合起來的時候 那些道理沒有一句留在你的內心 你也不明白 佛陀就有講啊 誦經兼句 誦經千句 不解其意 不如一句 能解其意 一樣的道理啊 那麼你經典合起來的時候 你正在誦的經不一樣而已 你誦可蘭經 誦玫瑰經 誦金剛經 誦阿彌陀經 不一樣 但是合起來是一樣的 那麼你念的聖號不一樣 念聖母瑪利亞 念阿彌陀佛 念地藏菩薩 聲音不一樣而已 那個神像佛像不一樣而已 離開不念的時候都一樣 都一樣 那甚至 你在那邊觀呼吸 你在那邊修安拉波納 那麼你如果沒有轉成智慧的模式 那麼一樣 就算你得定 也一樣是外道 那麼好一點的 就做天人 天神 犯天神 升到色無色戒天 差一點的 就 因為他會直取境界嘛 就成天龍八部 天魔外道 一樣 就有些成阿修羅 我們說 很多佛教徒他沒有從 調補煩惱這邊下手的話 多數 多數 他也很愛佛法 也很喜歡護持佛法 但是他觀念沒有 很容易都是做夜叉 很多都是做夜叉 護持佛法 做夜叉護持佛法 我前兩天還就到一個局勢 然後他跟我講 師父 我發願 要做護法神 我說還有人發願做護法神的 我說護法 諸天也護法 道立天神也護法 道立天主也護法 犯天神也護法 你為什麼一定要做護法神呢 那個是進鬼道又不是鬼道 進天道又不是間套 他也不是人的 叫非人非天 非人 但是他也不是天 阿修羅 夜叉 羅叉 都是這種 不過夜叉是比較 護持佛法的 護法神 所以 毗撒門天王底下都是夜叉 但是 我說你為什麼要 發願死後做護法神呢 護持佛法 我說你與其要做護法神 你倒不如做護法諸天 對不對 他有護法 那護法諸天跟護法神有什麼不一樣 不一樣 我們說 護法諸天 就是 你修行 他護持你 你不修行 他不護持你 就這樣而已 你修行 他尊敬你 你不修行 他不尊敬你就這樣而已 那護法神呢 不一樣 你修行 他護持你 護持了你這麼久 結果你不修行 他就修理你 你看經典上有這些 那麼 你 你這個修行 他公盡你 你不修行 他吐你口水 他這個是護法神 因為他是 有天的德性 有天的福報 沒有天的德性 有天的福報 是像天一樣 護持佛法 護持修行人 沒有天的德性就是 他比較沒有那個善心 承認心強 所以你德性不改的話 那麼你做人都很難 你頂多就是做護法神 那這個要預防 那麼 預防都預防不了了 你還發願要做護法神 我就跟他講 你與其做護法神 因為他說 那你做護法神的目的是什麼 他說 我要護法啊 因為大家都修行 沒有人護法不行 這個觀念 我說 大家都不修行 你要護法 那你為什麼不修行呢 對不對 那麼你護法的作用就是 要讓法注釋嘛 可以利益眾生嘛 你的觀念是這樣嘛 那你為什麼要護法 讓法可以注釋啊 透過這個修行人 讓法可以注釋啊 那麼法能注釋 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修行啊 你讓法注釋啊 這個是最好的啊 這個就是 這個四十二章經裡面的概念啊 你供養千億諸佛 不如你自己發佛提心成佛嘛 一樣的道理啊 你護持千佛 不如你自己修行要成佛 那這個是最好的 這個就是 正法注不注釋 不因為誰 有修行 有沒修行 就我有修行 我就能夠讓正法注釋 你為什麼不這樣發心呢 他想 對喔對喔 師父你說的對喔 他不知道 他竟然發怨要做護法神啊 那也可能這樣 所以 我們在場底下看 這修行基本上 有很多觀念要正確啊 那你觀念不正確的話 你有時候你 就是說你不曉得它的道理是什麼 那你就會一直在走錯路的路上 佛教徒很多都是這樣 我看來看去很多都是這樣 我們雖然 我們雖然 也不是很有修行 那 就是 煩惱還很重 習氣還很重 但是 我們知道 要往哪一條路走 這個是最重要的 要先明辨這些路 道 這個道很重要 到底什麼是道 就道理道路道德而已嘛 那麼 這個德功德道德都是由 你明白道理 那麼依這個道路去實踐去走 那麼才獲得的嘛 所以這個道 到底要怎麼修 那麼佛法後來就變成種種的法門 但是不管怎麼法門 如果你不知道 你修地藏法門 你就是祈求地藏菩薩 就這樣 透過 透過唸地藏經 透過唸滅定月真人 透過禮拜地藏菩薩 送此地藏菩薩的名號 你修觀音法門 你就是 念普門品 念觀音菩薩的名號 禮拜觀音菩薩 禮拜觀音菩薩 念大悲咒 你說藥師法門 你就送藥師咒 禮拜藥師佛 那麼送藥師經 那麼你 你修淨土法門 你就變成 送阿彌陀經 念阿彌陀佛 念往生咒 禮拜阿彌陀佛 就變成這樣而已 其實都一樣 但是佛法不是這樣 你修觀音法門 你一定要知道那個心 那個行 菩薩的心行 念佛也要知道 菩薩還沒有成佛之前 他是怎麼成佛的 也是要知道菩薩心行 要施經就跟你講 要施佛 做菩薩的時候 怎麼做 發什麼願 阿彌陀佛 無量壽經 就跟你說 阿彌陀佛還沒成佛 做菩薩的時候 發什麼願 造什麼願 做什麼 怎麼樣 怎麼樣做 怎麼樣修 這一些才是核心 那你不了解 你不知道菩薩的心行 不管是佛 你的對象是佛 還是菩薩 佛也就是過去行菩薩道圓滿的 菩薩 觀音菩薩 菩賢菩薩 這些菩薩是現在行菩薩道 即將要圓滿的 就只是這樣而已 但是肯定都會成就的 他是一個成功的範例 你要依著 依著他所行的路去行 這個孟子 有一天也跟那個 那個叫誰啊 不知道 也是有一個人去找他 然後問他 那麼一般人都說 一般人都說 人人皆可以為謠順 那他就問真的有這件事嗎 孟子就說有啊 那他說 他就跟他們說 這個 古來的聖賢 周文王幾尺幾寸 那這個 這個周公幾尺幾寸 那麼身體高大 但是他們後來成了聖人 為一代之師 那他們有九尺有八尺 我也有八尺 那麼我跟他們也差不多 但是我只是會吃飯而已 我死了就死了沒什麼 我怎麼樣才可以成為謠順呢 我跟人家比差那麼多 孟子就跟他講 這有什麼難得 怎麼會這麼講 你扶搖之福 就是你穿跟搖一樣的衣服 就是外表 外表不一樣 其實也沒什麼 比如說我們佛陀穿夾衫 我們穿夾衫 就是類像這樣 扶搖之福 送搖之言 就是聖人說的話 你把它背起來 背起來要怎麼樣 行搖之行 就是搖怎麼做 你要怎麼做 要怎麼說 你送詞 送詞是為了要行 要知道怎麼做 那這個就是說 我們學佛就是 佛怎麼想的 佛怎麼說的 佛怎麼做的 那麼這些你要知道 那你誦經念佛 就是要明白這些 結果你都不明白 你只是負責送而已 那這樣就不行 孟子也講 你扶搖之福 送搖之言 行搖之行 你就是搖 那不就是這樣嗎 搖之所以叫做搖 就是聖人 聖人 他只是拿搖 搖順語湯文武作弓 那麼只是拿他來代表 你照著他所說的 因為他說的一定是跟你講 道理是什麼 那我是怎麼修的 那麼我現在圓滿了 過去我是怎麼做的 一定是這樣嘛 你看每一本 不管是 不管是文殊菩薩 普賢菩薩 觀音菩薩 地藏菩薩 要師佛阿彌陀佛 都一樣 都一樣 包括釋迦牟尼佛也一樣 都是這樣啊 但是你不管這些 你什麼經 送的時候不一樣 長短不一樣 合起來的時候都一樣 那沒有意義 念的聖號不一樣 也許是南無觀世音菩薩 也許是南無地藏王菩薩 也許是南無要師流離光如來 也許是南無阿彌陀佛 也許是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不念的時候都一樣 那麼應該是你念的時候 不一樣 念完了之後也不一樣 跟你現在不一樣 但是跟誰一樣 跟你所念的那個人 那個菩薩越來越一樣 你念觀音菩薩 你就學習觀音菩薩的大悲心 你念地藏菩 你就學習地藏菩薩的大願 你念普賢菩薩 你就學習普賢菩薩的大行 你念文書菩薩 你就學習文書菩薩的大志 你念要師流離光如來 你就學習要師流離光如來 行菩薩到死的 利益眾生的這種憐憫心 大悲心 你要學習這個 你念阿彌陀佛 你就要學習阿彌陀佛 做法戰比丘的時候 利益眾生的那個心 要莊嚴國土的心 你有莊嚴國土嗎 沒有 你沒有莊嚴國土的心 你只有求生進度的心 可是法戰比丘 是在莊嚴國土的 你有看到法戰比丘 四字在王佛 四字在王佛 給他看210億的國土 那個時候他還是反覆 那個時候他還是反覆 他有沒有跟四字在王佛說 你看四字在王佛給他 換210億國土 他有沒有說 那個地方很好 告訴我怎麼去那個地方 不是 他只是說 這些佛都是什麼成就的 他心了啦 我要像這些佛一樣 來利益眾生 所以他是莊嚴國土的 那你沒有啊 你只是 那個地方好 那告訴我用什麼方法 可以盡快離開這個地方 到那個地方 你沒有菩提心 你不想做 你不想修 只想得 沒有這種 沒有這種佛法 沒有因就有果 沒有修就有正 不修而正 不修而正 無因而有果 那有這種佛法嗎 沒有 其他的宗教有啦 其他的宗教有啦 你信上帝 你就得永生 那 轉成佛教 變成你信阿彌陀佛 你就得往生 那是這樣嗎 不是 這個不是佛 阿彌陀佛給你唸成了 變成阿彌陀天 就不是 不是這樣子的 但是 多數的人 多數的人 不管這麼多 因為他只是想要一個寄託 他不是真的想學佛 南模的意思 南模阿彌陀佛 南模觀世 南模的意思是歸依 歸向學習 向著那個方向 向佛行走的那個方向 走 向佛走過的那條路走 因為他已經走到目的地 我們還沒走 不知道怎麼走 不知道往哪裡走 所以 南模阿彌陀佛 就像阿彌陀佛走的那條路走 跟隨阿彌陀佛 走的那條路走 南模觀音菩薩 就是跟隨觀音菩薩走的那條路走 不是 你坐在這裡念南模阿彌陀佛 念念念阿彌陀佛就把你從這裡帶到他到達的目的地 沒有 你不用走 現在人變成這種觀念 那這種觀念是錯誤的 這種觀念是錯誤的 所以一定要知道這個道理 好我們再往底下看 所以他這裡講 比丘多聞聖地子在六處入處 就是處對境界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身心互為影響 心境互為影響 那特別我們眾生都是直於近的 那麼會對感觸 觸對這個境界會有很多很多的感觸 跟感受跟感想 這個我們叫做觸受想思 那麼這一些你能夠厭離於無名 那麼 而生於民 就是 基本上 你有這個觀念 而不在這個地方加強 你能夠明辨是非善惡 而沒有愛恨情仇 要做到這樣 當然也不那麼容易 但是因為你在有覺知的狀態下 你就會克制 那麼 這個有一點像什麼 比如說你在家裡 你不高興 對著你爸爸媽媽兄弟姐妹 你直接就講了 但是你在外面 你就會什麼 你會克制 為什麼 你這樣講人家被打 你在家裡面沒有人會打你 對不對 會包容你 可是你在外面你這樣講 那又不是你的誰 他幹嘛要包容你 你在國外你就更謹慎 一下子就怎麼樣 被抓習慣了 所以你會克制 那一樣一樣 這個你在面對境界的時候 你就會學會這種克制 那麼這種克制 是 因為你不克制 就是增長我見我愛 那麼你克制了 漸漸漸漸調伏 調伏之後 你能夠斷除 那麼 這個其實就是在不增長 我見我愛 你說沒有我見我愛 那沒辦法 因為一開始就帶來了 但是不增長 不增長 不增長 不讓它越來越堅固 不讓它越來越難以控制 不會 那麼漸漸漸漸就能生於民 就是你至少你是在覺知的狀態下 所以修行一般來講 它不是不起貪不起撐 做不到 因為在有吃的底下 不起貪不起撐做不到 只能夠怎麼樣 有貪之有貪 有撐之有撐 只能夠這樣 在覺知的狀態下 先要覺知 我們說要先覺察 那麼這個沒有覺知 基本上 那麼就是吃的狀態 在吃的狀態下 就會長什麼 長貪稱吃 吃也會增加 然後會長貪稱吃 又會增加這個吃 那麼覺知的狀態下 它就是靜音免相應的 那麼你有貪 再覺知無吃 就是它也不是無 它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完全無知的狀態 不是無知的狀態 那無知的狀態就是你起貪 不知起貪 起撐不知起撐 不知道貪是怎麼來的 不知道為什麼會起貪 也不知道起貪之後會有什麼後果 完全不知 你只負責起貪 其他一概不知 那這樣就不行 所以你必須先知道 貪是什麼形態 為什麼會起貪 要怎麼樣能不起貪 如果你不克制 那麼這樣隨順於貪 會有什麼後果 那麼這個你必須要明白 所以你不是在無知的狀態 而是在知的狀態下 明知的狀態下 你有貪之有貪 有稱之有貪 有貪 你不起貪很少 要先有貪知有貪 那知有貪你就會有接下來一個什麼動作 要離貪 那離不了你就是什麼 你至少會控制 至少會調伏 離不了就只能這樣 控制調伏 那所以有貪之有貪 有稱之有稱 然後再來就是少貪之少貪 然後才無貪之無貪 所以佛法上講有貪之有貪 無貪之無貪 有貪之有貪 然後無貪之無貪 從有貪之有貪到無貪之無貪 它有可能就是我現在有 比如說我現在很餓 那我很想吃那個東西 我吃飽了 我對於那個貪就沒有了嗎 但是沒有不是你沒有貪 你只是對現在對這個沒有貪 以後還會有 但是在這個有跟無之間 你就能夠覺察 那從根本來講 你要把貪斷掉 那阿羅漢才行 因為貪有什麼 有欲貪、色貪、無色貪 你不對這個貪 你會對那個貪 你的層次的不一樣的 有欲貪 欲貪是五欲的嘛 所以第一步都要先調五欲 禮五欲去五愛 去五蓋 一般都要先禮五欲 所以叫禮欲親近嘛 所以在家人 在家人要相解脫 必須要修八貫災戒 因為八貫災戒是禮五欲的 那一般的五戒沒有 一般的五戒是禮三二道而已 一般的五戒是禮三二道 但是八貫災戒是禮五欲的 那又不一樣 所以要先有貪之有貪 到無貪之無貪 那麼這中間還有少貪之少貪 要先變少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要控制 只是這個煩惱變成貪 要控制煩惱 要調五煩惱 然後才能什麼 才能斷除煩惱 無貪之無貪 那控制煩惱 就是你有貪之有貪 你就會控制 因為你知道貪的過患 所以我們叫做未換禮嘛 不是嗎 阿涵經常常講 未換禮 未就是未走嘛 就是我們講貪 貪著 你要知其過患 而能遠離 他就是這樣啊 但是先要知啊 你不知道 你未走不知道過患 不知道怎麼遠離 遠離有遠離的方法 不是你要遠離就能遠離啊 你要知道這怎麼生起來啊 就是要怎麼知道 就從觸對境界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要去做 做把關 那這個就是你知其過患而能遠離嘛 那所以這些 其實我們多讀幾遍阿涵經 慢慢慢慢慢慢 就會把我們學習的東西 貫穿起來 然後再把這些佛法的知識 阿涵經跟阿涵經之間 小聖經跟大聖經之間 然後經跟論之間 經跟經之間 小聖跟大聖之間 那麼你就能夠做整合喔 因為其實道理是一樣的喔 道理是一樣的 你就能夠做整合 整合了之後 再把法跟心貫通 法跟心貫通 你就會覺得喔 是喔 不然我們念無名言行 行言是四眼明色 念這一些 我們沒有特別感動到哪裡啊 沒有啊 因為好像也不是在講我們嘛 其實就是在講我們的心 那麼這隨時我們在發作運作的心嘛 那麼你慢慢就會法跟心貫通喔 喔是是 是這樣啊 沒錯 佛說的沒錯 久了久了你就會這樣說 怪不得佛會這樣講 喔 怪不得哪一本經是這樣說 喔原來是這樣 你這種機會就越來越多了 不管是看到別人 看到自己 那種境界 你馬上就會相驗 然後後來 你在要生起煩惱之前 你這一些熟悉的心 自然自然 就會從地湧出 法華經叫做七寶佛塔 從地湧出 就是講這個 從你的心地裡面湧現出來 那麼出來它就會產生作用 你開始就能夠進行這種覺知的狀態 慢慢慢慢這樣修這樣修 你不解脫都不行 其實就是這樣嘛 那如果你沒有朝這個地方 我們說這個就是 第一個你要先熟悉於法 熟悉啊 像現在我們讀很多經 那麼你能夠熟悉 熟悉這個法 那麼熟悉通常你要多穩 那麼在經歷論裡面多穩 那麼慢慢慢慢 你要學會貫通 那麼這種貫通很重要 我們說我們研究佛法 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對佛法的研究通常 最具代表的就是三種論 大家記不記得 論就是解釋 論就是解釋經跟律的 法跟律的 法就是我們說的經律 佛法主要都是兩部分嘛 如來正法律 法我們叫做經 律有時候叫戒 那一樣經戒 那麼解釋法跟律的 律點解釋戒的 解釋經的就是論 那後來偏重於解釋經 因為律比較沒那麼多 那麼論主要有三大論 三種 三種形式的論 我們說昆樂 這個大家應該還記得 就是常常講 後來就很熟 大家要把它記起來 就是我們學習佛法 第二個就是摩丹尼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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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是什麼 阿比達摩 其實就會很熟 那你要學習佛法 一定要把握這種東西 阿比達摩 當然這個是我們分別說的 好 這是它比較特點 現在來看的比較特點 昆樂 就是貫通經益的 你要貫通的 等一下講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 要告訴大家 要貫通經益 摩丹尼迦 是大宗綱要的 掌握這個大宗綱要 修行的宗旨 這修行有道理 那麼 巴比達摩 什麼環壁 講什麼 環壁的分析 就分別的 這個上次有講過 對 分析冥項的 在環壁的分析 就是詳細 環壁就是詳細 詳細的分析 詳細的分析 比如說 色受想行 什麼是色 四大集 四大所造色 那四大又是什麼 地水火風 那地是什麼 以堅陰為信 就這樣 就是環壁的分析 就是分別名項 名項分別 總項別項 一一項 名項分別 好 那 一本經 它裡面的內涵 這個名詞 它有很多名項 這個名項的內涵 這個名項所相關的 比如說 試念處 試念處是哪 試念處 哪有關係到什麼 以會為體 以定為體 那 這些 它的次序是怎麼樣 為什麼是這個次序 反正這些 非常 非常詳細的分別 這些 你就是 掌握每一個名詞 的內涵 它可能這麼講 它可能那樣講 比如說我們說名色 那什麼是名色 什麼是名 什麼是色 那名有幾種 名色有幾種說法 那名色在無名裡面 到底是 是怎麼樣的一個 一個說法 在緣起裡面 是一個什麼樣的說法 那名色跟名言 又有什麼不一樣 為什麼 有誰叫名言 有誰叫名色 反正你這些 你都可以 比達摩就是做這些事 所以非常的繁密 摩丹裡就要掌握這本經的大宗綱要 比如說金剛經 金剛經的大宗綱要就是 三心形六度 二道無菩提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它的三心 大宗綱要 那你能夠掌握住 你就不會見樹不見靈 就不會這樣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要能貫通經意 要明白那個道理 要整本經的刺定 因為刺地形 刺地學刺地道 一開始怎麼做 後來要怎麼做 這樣做是什麼什麼 你都很清楚 那所以真正學習佛法 你這三個都要會 你少了一個都不行 但是我們大部分都做這個而已 所以就比較不明白 你說那講人緣經 你只記得人緣眾 可以滅五逆十二個 你只記得摩登前語 跟阿難的故事 啟蒙都不記得 那我們說 那人緣智教你怎麼修行 他的大宗綱要是什麼 他就是戒定會而已 人緣經就是在講戒定會而已 四種清清明慧 殺心不足 沉不可出 先要持戒 角如冰霜 先做這個的嘛 然後需要二十五元通 然後要預防五十陰謀 因為定有很多境界 有很多幻境 然後 但是他的根本在政見 以政見為先 波羅為導 所以他一開始 不講四種清清明慧 一開始不講二十五元通 五十陰謀 一開始講七處真心 他講這個嘛 這個其實也是佛法的一個次第來的嘛 但是你要能夠分別 因為他這個是比較處於正常唯心的 他後來的那個七處真心 八部環見 是明心見心 明的是真心 見的是自信 跟一般阿涵經裡面講的 要見無我 見緣起 明的不是真心 明的是那個清淨心 那個見的那個性是無自信 那不太一樣 那你把這個論開開來 你就知道 能言經在講這個 那《要師經》 《地藏經》 《蒲門品》 其實都有它的宗旨 有它的內涵 有它的修行次第 所以我們說一本經 修行的宗旨 修行的次第跟方法 修行的原理 修行的宗旨 修行的次第方法 修行的功德 修行的殊勝 基本上就這些啦 那你能夠把它貫通起來 像現在我們讀阿涵經 那麼《長阿涵》 《中阿涵》 《長阿涵》 《阿涵經》就有四阿涵 《長阿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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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阿涵》 《四部經》裡面 它彼此的關係是怎麼樣 那《阿涵經》跟《波羅經》 因為《波羅經》 《波羅經》 基本上是《伊阿涵經》的 那麼阿比達摩 也是《伊阿涵經》的 像《瑜伽世紀論》 而他們的解釋方式就不一樣 他們的理解方式也不一樣 那麼這些小善經跟大善經的關係又是怎麼樣 大善經彼此的關係 小善經彼此的關係 小善跟大善的關係 那麼你都能夠怎麼樣 貫通 這個就是法跟法要通 法跟法通 你學習一定要這樣 法和法要通 你沒有通 你乖很多 你沒有不曉得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要那樣做 為什麼這樣說 為什麼這樣說 你通不來 這個時候你學得越多 你的疑惑就越多 你修得越走 走得就越艱難 為什麼 你很多東西處處不通啊 所以就比較困難 你不學還可以 你就一句佛號就這樣很專注的唸 你以為通其實也不通 但是你還不會有疑惑 但是你學得越多 疑惑就越多 就是因為你沒有貫通 所以一定要法跟法通 那你法跟法通了 你法跟法通了 你沒有跟你的心通 那也沒有用 因為法 法之所以叫法 就是要對峙這個心的 對峙這個心的煩惱的 法如果跟心不相應 這個法就不是佛法 所以我們剛才講 佛法它最重要的就是 對峙你的心的 令心柔軟 令心平靜 令心清靜 它就是你的法 沒有辦法讓你的心有這樣的作用 這個法不是佛法 你你你你念經的時候 念經的時候 念完了 經就在佛堂念經 念完了 經就還給佛堂了 你打坐的時候 做完了 那個錠就還給仆團了 那麼這些這些意義不大 那麼你必須能夠相續的影響到你的心 所以你一定法和心要通 法跟心要通 這個很重要 但是法跟心要通 先要法本身要正確 就是正見嘛 我們說正確正思維嘛 那麼你法跟法你不通的話 你很能通到心來 你沒有辦法 所以法跟法通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掌握的是正確的佛法 那麼這個時候你法和心通 法跟心通 法跟法通就是 你這樣講這樣講 你就知道他在講什麼 為什麼這麼講 那麼法跟心很顯然就會影響到你的行為 因為你的行為就是你的心表現出來的 所以這個是正見正思維 這個就是正與正業正命 你就表示你的法跟你的心相通 那麼所以這個就是法跟心通 就是你能夠讓心清靜 讓心平穩 令心不起煩惱 控制這個心 令這個心柔軟 令心平穩 平靜令心清靜 那麼最後 最後大聖佛法不只是法跟心通 這個完全通就正阿倫 大聖佛法還要什麼 還要利益眾生 還要行波羅道 波羅道這個是波羅道 波羅道之後還要行方便道 這個是文字波羅要通 那麼你還要行方便道 要利益眾生 要利益眾生就是什麼 你所學的法可以跟你的心通 不一定可以跟別人的心通 你還要能夠通到他的心 就是心跟心還要通 真的 心跟心還要通 那麼心跟心的通 這個大聖佛就叫做沉沙霍 就是你能夠知道這個眾生的種種的種性 差別 你才能夠法跟心通 你才能夠氣離 心跟心通 你才能夠氣雞 那這個就講氣離氣雞的佛教啊 那這一部分 不是說做完這個才做這個 不是就是隨時同時在進行 那麼你就會考慮到 這樣別人的情形 這種情形到底是怎麼樣 那我怎麼樣能夠影響它 那我有沒有辦法 第一個就是佛法你要明白 明白了之後 能夠影響到你自己的身心 進而到有你自己身心所承載的佛法 對自己產生殊勝的影響 進而有你影響到別人 那不過就是這樣嘛 那這個其實是我們學習佛法要注意的一些事 好 我們先下課 我們先下課